盛愛火車都是政黨 澳洲投票食腸不用說 用香腸拉票 買蛋糕收買人心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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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們籌款 跟香港一樣 澳洲的票站 多數都是借用學校和社區會堂 所以不少機構就乘機籌款 在票站旁邊擺檔二賣 當然不少澳洲人喜歡食腸仔 現在不少人說食腸仔 才是完成投票 當然是眼得 今次有超過五十個政黨參與 所以將選票成一米牆 是歷來最長的 更看得不清楚 票站已經準備好放大勁 除了主流的工黨 和自由國家黨聯盟 還有 看不清楚 現在澳洲是全球少有 強迫選民投票的國家 不投的話,最多被罰一百七十元澳幣,大約一千二元港幣 今次一共有一千四百幾萬個登記選民 估計多達三分之一,是因為怕罰錢才去投票 所以有人說,這派政治冷感的人主宰著候選人的成敗 不過其實又不用迫,如果個個票站都好像Signy Bondi Beach這個 個個還不爭著去投票嗎?